大家好,欢迎来到千封互联网营销学院 我是你们的新闻店老师,大老师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关于短视频推广的一节课 我们首先来看短视频的推广方法 主要分成两类 第一类是内部推荐方法 第二是外部推荐方法 我们看一下什么是内部推荐方法 什么是外部推荐方法 内部推荐方法就是基于 我们在抖音这个视频底边就可以得到一些推广 还有就是我们在外部,在抖音之外 比如说我们亲身抖条或者其他地方 起飞影就问了,去看 我们先看内部推荐方法有什么 这个免费的方法有三种 点赞,评论和转发 我们当看到别人的视频的时候 我们去点赞就会吸引到别人 就这样的话 我们在他的粉丝看来 就是我们点过赞的视频 就会看我们的视频 就有可能让别人看到我们更多的人 去看到我们的视频 引发点赞 还有就评论 只要你在别人的评论期里非常火爆的话 这个表达非常犀利 这个评论的非常完美 这样的话也会去看 如果不小心这个作者给你回复了 这样的话你也可以得到一些推广 还有转发 转发一定数量是吧 比如火爆的视频 你自己去转发转发完之后呢 就是谁转发这个视频 很多视频 他的粉丝也是会看到的 就是有可能会让你到更多的播放量推荐量 这是免费的方法 还有收费的 收费的方法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在这个每个视频有个小的箭头 这是转发量的地方 转发的地方 我们点一下 点完之后呢 就会出现 下面有一行灰色的 灰色底儿白字 就往后滑 会看到一个帮他上热门叫抖家 然后呢 我们可能很多人叫什么 当一下是吧 抖家 点抖家 点抖家开始呢 这就是啊 就是说你花钱 花一花花钱 比如说100块钱 能获得播放量预计5000左右 里面有三个选项啊 三个选项 就智能播放 自定义投放和达人相似粉丝投放 然后呢 还有你的预期值 预期值也有选项是吧 期望提升 点赞评论量是吧 点赞量评论量 你希望得到这些吗 还有就是我们的粉丝数量是吧 播放投放时长 你这100块钱准备投放多久 系统推荐了6小时 一般情况下 他会推荐你认为 点击小文号 上面就会跟你说是吧 如果你这个 投放的钱数是吧 在200块钱以下 他建议就是6小时 这时候你去投放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你如果这个视频的高峰期呢 一般都在 下午的5点左右 5 6点 晚上8点左右 这是我们这个 抖音的最回忆的时间 你想要你的视频在这 他会有审核期 所以你要提前去做这件事 不然的话 他审核期 可能就有半个小时 或一个小时 这样的话 你正好过了这个高峰期了 那你这个 当这下的意义就不大了 所以一般情况 如果你总被让他上热门 应该在3点半到4点的时候 就开始着手做这件事 然后我们看这个系统自动投放 那么自定义投放怎么回事呢 这是我们的达人相似 我们选择了几个 比如说跟我领域相同的 他们的人的粉丝是什么 我就投放到他那些粉丝 如果我跟他的领域相同 就可以这样去做投放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 这个系统自定义投放 你可以选择性别 投男还是投女 年龄多少 岁数多少 什么地方 什么线 信息标签都有什么 这是我们自定义投放 一般情况下 我们建议大家 前期选择达人相似投放 然后呢 等到后期选择自定义投放 一般情况下 不要选择系统智能投放 因为系统智能投放的话 不是很精确 就会让你投放的 就很难达到的量 可能我们 因为我之前做过测试 选择智能投放 投100块钱 我们选择粉丝增长 前期的时候 可能只能增长十几个粉丝 如果你选择互动的话 能有一百多个互动 一百多个互动 但是你要选择你的 自定义投放的话 可能你花一百多钱 能有这么五六十的粉丝 甚至这个互动量 能达到会更高 所以这就是前期 建议我们还使用 自己的方式去做 那么外部推广方法呢 就是有这么些 关于近日头条 企业号 百家号 一点资讯号 我们这四种方式 当然不建议四种 当然有其他渠道 也可以有其他渠道 就是最主要推荐的 就是近日头条 因为我们在这个 抖音上面 就可以直接跳到近日头条 所以我们近日头条 是一个公司的嘛 一个产品 它的内部的衔接 是非常完美的 所以说我们 首先推荐的就是 做近日头条号 做近日头条号 这样去引流 企业号 百家号 和一点资讯号呢 引流呢 直接引不到抖音上 因为他们 能够去做推荐的 只有 微信公众号 对吧 上面甚至都 不能出现名字 所以我们得 往微信公众号里 导完了 从微信号里 再往抖音的上去导 这个就中间 就经历一些曲折 所以主要是近日头条 关于近日头条的 推广方式呢 怎么去做呢 我们在自媒体 已经给大家讲过 大家可以 去翻我们自媒体的课 怎么去讲 这是关于我们 外部推广方法 的一些推广技巧 那我们这个 都推广了这么多的 这些方法 该我们日常 该怎么去做呢 我们日常呢 我给大家列了一个表 是吧 每天要做的事情 就是这么多 首先我每天要发视频 但是除了这个新注册账号 养号期之前的前几天 前三天不能发 之后都可以发 每天发一到两个 如果你的团队 允许的情况下 我建议每天发两个 每天发两个 因为我们有很多人 在上班的早上的时候呢 就会刷 刷抖音 晚上也会刷 这时候呢 我们要发一个 就晚上 在五点左右 往所投放的 然后再发一个 页里 在十点左右投放的 这个视频可以 我们推到第二天 你可以看到 然后就是看视频 看视频是我们日常的 一定要做 我们看推荐和关注 每个类型 最少看三十个 然后呢 选择你合适的 要给他点赞 评论 是吧 然后呢 最后呢 评论要回复 我们自己上方评论 一定要回复 是吧 养号期 我们要回复 所有人给我们的评论 后期呢 我们可以选择 随机的回复你二十个 当我们评论数量 较多的时候 然后呢 平台引流 去其他平台引流 一般我们做的 主要是进入头条的引流 然后就粉丝的维护 粉丝的维护 一般情况 我们把粉丝 拉到一个微信群里 去做 做这种维护 做互动 还有就是我们可以 每隔两周 发一个根文 粉丝互动的视频 就比如说 这里行了 就显得我们与粉丝 非常好 还有就是做 这个统计和分析 统计分析昨天数据 看我们昨天的 这个播放量怎么样 视频是怎么样的 能不能得到效果 我们就要不足够的去 改变和完成 然后接下来就写剧本了 我们每天都要写一些些剧本 我找一些剧本 改一下 我们要每周 把下一周的 要拍的剧本 都写出来 保证我们下一周 有个拍 然后拍上视频 也是保证 有下一周可发视频 我们这一周发的视频 一般是上一周 拍完的 我们上一周的视频呢 要在这一周发 我们这一周拍的 要在下一周发 当然也有特殊情况 除了有一些特别着急的 特别热点 我们可能过了一周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会在当周拍 当周发 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是当周拍下周发 好的 关于我们短视频的推广方法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